第十一章 警醒 现在我们来到魔鬼的攻击中比较特别的 针对个人的部分 我们要讨论的这件事 很可能是在教会情况 正常时人会发生在个别信徒身上的 魔鬼在破坏神的工作 攻击神的子民时 所用的伎俩真是无所不由 他有时从教会整体下手 有时针对信徒各个击破 他不在乎采取什么手段 只要能使个别的基督徒 或任何一群基督徒被捆绑 陷入愁苦之境 使他们破坏了对神借着他爱子 所彰显那无尽大爱的见证 他就心满意足了 有不少文学作品描述了 我们基督徒所经历的魔鬼的诡计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本人约翰·张班杨的《天路历程》 他在那里指出 一个人最初如何意识到自己的罪 逃离了灭亡城 他一直担负着急重的担子 直到他将一切重担 卸在十字架前为止 可是他的麻烦并未到此结束 接下去的故事 就是用生动的词句 来描述魔鬼的诡计 本人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 是为了帮助那些 行经人生旅途时 与魔鬼的诡计苦苦 挣扎的天路客 他的另一本书 《圣战》《Holy War》 和他有关人 灵程Mansel的整个教训也都类似 这是本人约翰一贯的方式 用预言向人们介绍魔鬼的轨迹 好使他们预先有所警惕 可以整装备战 此外 三百多年前 的清教徒作品中 对此主题也有不少琢磨 其中以赛贝斯 Richard Sibis的《灵魂的冲突》 The Souls Comfort 和压伤的芦苇 The Bruce Reed二书最著名 此外 伯顿Robert Bohan 也写了一本书 书名是安慰受苦的良知 Comforting Afflicted Consciences 当时许多作品和讲章 都是以个别信徒生活中 所显露出来的魔鬼诡计为主题 关于这一点 我们必须承认 罗马天主教的作品中 也有同样的趣事 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有所缺失 我们还是应该留意这些作品 他们对于魔鬼和其诡计 说得非常清楚 他们拥有许多所谓的灵修手册 其目的就是帮助教会的 会有对付各样的难题 更进一步说 他们的整个论辩系统 也多方论到这个特别的问题 过去既然有丰富的 文学作品论集这主题 显示了使徒保罗 警告以赴索人当防备的事 在以后的教会历史中 也不断地重复出现 另一方面 自从1880年起 基督教会 特别是福音派信徒中 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 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忽然减少 甚至销声匿迹了 原因何在 为什么清教徒时代 特有的这些书 忽然停止出现了 他们曾广为 18世纪福音大复兴时代的人阅读 并且一再复印 可是到了1880年以后 很多书开始绝版 被其他性质的输取而代之了 似乎没有人 对于执政的 掌权的征战 对抵挡魔鬼的轨迹有兴趣了 我认为对这主题的兴趣 所以会日益减退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一种 关于成圣的教训兴起 它不给这一方面的真理 任何生存的空间 这一类教训 只见鸡 在一项原则上 而且不断重复 声称只有它能解决一切问题 整个基督徒生活被削减到 想符合住在基督里 至于使徒有关与魔鬼征战的教训 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我认为这种忽视也说明了 现今基督教会 为什么在灵命上如此肤浅 它代表人们未明白 基督徒生活的本质 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冲突 未看见 我们绝对需要 主自己能力的复辟 需要一件件 穿上绳索字的全副军装 我还清楚记得 1941年时 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事 他和他的妻子 都是很好的福音派信徒 当时他的妻子 在读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鲁医师C.S. Lewis 著的地狱来红 The Screwtape Letters 这位太太觉得 这本书非常有趣 而且很荒诞 这两位虔诚的基督徒 显然对有关 魔鬼诡计的教训 非常陌生 他们读到 《论集》这主题的书时 竟然把它当作一种笑话 他们以为 这只是 基督徒生活的漫画 作者的用意 不过是为了娱乐大众罢了 可是 鲁医师本人有过 这一方面的经历 他也保读了这一类的书 包括本人约翰的作品 他看清楚了 基督徒生活中 这一方面的意义 他知道基督徒活在世上时 这一方面的经历 是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 可惜人们对此非常生疏 以至于把它 偶心力血之作 当成娱乐小品 因此我们看见 我们实在迫切 需要留心这方面的真理 首先 我们从一般的角度 来看这主题 好认清魔鬼 如何沿着某些路线 攻击我们 新约有一些警告的字句 用来介绍这主题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 好看清魔鬼轨迹的整个特质 第一个警语是你们勿要警醒 主耶稣常常用到警醒一词 使徒们也是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说 你们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的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警醒一词 立刻指明了一个非常狡猾的仇敌存在 任何军队在作战时 都需设立哨兵 担任警卫工作 因为谁也不知道 敌军会采取什么行动 你不能假定说 既然天色已暗 敌人就不会轻举妄动了 他们很可能趁着夜色 悄然演致 所以军队里的哨兵 必须来回走动 无论昼夜都需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同样的 我们个人若疏于警醒 为提高警觉 很可能就会给魔鬼大好机会 很多人被魔鬼打败 就是因为他们在谈话中 从不提及魔鬼 他们从不警醒 他们说 我已经得救了 一切都妥当了 我如今在基督里 安息在他里面 我没有必要警醒 他会看顾我 我只需要定睛在他身上就够了 他们没有注意仇敌 也不担心魔鬼的诡计 他们不了解自己正身处 一场剧烈的战争中 以为只要安息 就解决一切问题了 没有别的事该做了 结果当然是因为忽略了新约 一再重复要人警醒的勉励 而被击败 俘虏 第二个警告是 要站在神的话语上 由于提摩太很容易 在某些方面被魔鬼俘虏 所以使徒保罗 特别小心地告诉他 要读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 这是圣经不断地嘱咐 事实上新约每一卷 使徒书信的写成 都是为了这场征战的缘故 好帮助人察觉 并且击溃魔鬼的诡计 所以我们若忽略读神的话语 当然就会被打败 圣经警告我们魔鬼 会用各种方式出现 圣经记载了魔鬼的阴谋 他的诡计 他的狡猾 你对这些知道的越多 就越容易在他一有动静时 就一眼看穿 并且能够站稳了 抵挡他 所以 读神的话语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不勤于读经的基督徒 特别容易陷入魔鬼的网络 我们可以在圣经里 多到前面讨论的那些异端 邪说的起源 以及魔鬼引起的一切恶性 圣经也详细指出 魔鬼如何用更个人化的方式 引诱我们 圣经要我们凡事查验 不要相信每一种灵 乃要试验那些灵 我们若不读圣经 明白它的教训 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魔鬼会用各样诡计 引诱我们不读神的话语 鲁医师的地狱来红 并未论及这一件事 这是他美中不足之处 他书中的大魔鬼 并未只是手下的楼罗们去 拦阻信徒读经 但读经是我们最主要的兵器之一 稍后我们还会讨论到 新约另外鼓励我们要祷告 主耶稣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他又说 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你若不祷告 就容易灰心 使徒保罗说 不住的祷告要常常祷告 不要停止 他说 这是使你继续撑下去 唯一的方法 我们正在研讨的 以夫所述第六章 结尾部分 也可以读到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景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很显然的 新约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祷告到这个地步 一旦忽略祷告 就等于把自己暴露在魔鬼的诡计之下 主耶稣自己花很多时间祷告 他这样做是为了兼顾自己 与神相交 从神德指示和亮光 并且在神的灵里蒙受祝福 所以圣经不断勉励我们 祷告要横切 不论何时不何时 都要不断祷告 我要提的最后一个警语 是醒察自己 使徒保罗说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他的勉励是针对信徒的 可惜很多人为付诸实行 我们如今不再相信自省了 我们说 你不该看自己 当仰望主 你若只看自己 就会陷入愁烦中 当仰望主 把眼光从自己身上挪开 我们将会看到 忽略自我省察 可能是导致基督徒生活失败 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魔鬼能使我们疏于警醒 从他的立场看 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他若能使我们忽略读经 不去研读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话语 他就好办事了 他若使我们忽略祷告 我们就会灰心 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很容易就成了他的卤物 忽略自省会 导致我们 陷入老底家教会的光景 他们虽然自以为富足 一样都不缺 事实上 他们却是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他们为省察自己 他们不知道 自己是瞎眼的 赤身露体的 没有什么 比忽略自省更可怕了 所以 魔鬼向我们施诡计 无所不用其极地 在这些方面拦阻我们 我们应该自问 我们如何将自己 尽在自省的亮光中 我们是否警醒祷告 是否勤于读圣经 是否省察自己 是否采取一种 属灵的测试法 来发掘自己所处的地位 任何一种教训 若阻止我们 采取以上的一些行动 或者是 敷衍了事的去行 都显明 那是出于魔鬼的诡计 你若真正相信 每天只要读几节经文 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就足够了 你就是还不明白 魔鬼的诡计 那不是新月的方法 也不是历代以来 众圣徒所推荐的方式 那只是一种 肤浅的属灵幻觉 我已经读了 我的那一份 已经灵修了 可以往前走了 却为意识到 灵命的停滞 没有长进和肤浅 这一类生命 是很鲜明的例子 说明了 魔鬼的诡计已得逞 他装成光明的天使前来 说够了 只要读一点就行了 别人连读都不读呢 你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正常的基督徒 根本从不翻开圣经了 你每天读一点 就会一切顺利的 由于你每天只读 少数几节经文 他就说服你 相信你已经真正读了圣经 知道神的话语了 任何事物若鼓励 你只肤浅地去读经祷告 那必然是从魔鬼来的诡计 让我们继续探讨 魔鬼发动攻击的路线 这是策略的问题 在一场战争中 最重要的是 莫过于演你攻击路线了 二次世界大战前 法国政府愚昧地终止了 他们设在 瑟丹·瑟丹的马其诺防线 忽略了从瑟 当沿着比利时边界 一直到海边的防卫攻势 为明白历史上 德国总是从北方突破 那个防线难侵 而且还会继续重施顾忌 我们若忽略研究 敌人的攻击路线 必然会遭致失败 魔鬼有几条惯用的路线 他虽然很聪明 但在这方面 却缺乏创意 他惯寻的第一条路线 是人的心智 因为从许多方面看 这是最重要的 他若能在心智方面 欺骗我们 我们就可能在其他 每一方面都出错 因为人的心智 是他最崇高的部分 此外 他也沿着精力的路线 发动攻击 那是我们生活中 另一个重要的领域 在那里 我们不必在乎 理智上的认知 和真理的说明 只看重实用的一面 我们的生活 有相当一部分 是属于经验的领域 感觉 知觉 欲望 情绪 状况 这比心智的领域更基本 我们常常 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用心智和悟性 去控制它 若是做不到 就会惹出许多麻烦 所以魔鬼喜欢 沿着我们的经验 这条路线 攻击我们 第三条路线 属于实际的领域 我们的行为 举止 所做的事 所不做的事 而我们实际做的事 往往取决于 我们的心智和精力 明白魔鬼所寻的 三条路线 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止限于一条路线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它总是寻一条路线进攻 如果你只在一条路上设防 它当然会绕别的路前来 你若守着前门 它就会从后门进来 你若以为已经 把它从前头窗子赶出去了 它就会从后头 窗子溜进来 它会从各种可能的方向前来 难怪使徒说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这些势力不是一个 而是无数的 这也说明了 为什么我不厌其烦地 一再描述圣经 所告诉我们的 这个仇敌之特质 人数 伪装的面目等等 它们是千变万化的 它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 以任何一种方式 前来攻击我们 我前面提到的 三条主要路线 又可分成 无以数计的支线 接下去 我们要来观察魔鬼 如何使用这三条 主要攻击路线 我们仍旧试着 做广泛的分类 首先 它在我们生活的 这三个层面之间 制造不平衡 其次 它使我们不是 太过分注意 就是太过于忽略 任何一方面 它采取的攻击方式 使我想起某一家公司 出售的汽车防导所 每一个所的号码 都有三千多种 可能的组合 同样的 魔鬼只有一个 主导的原则 在这原则之下 它可以变化出 无止境的花样 我们先从第一条 攻击路线开始 魔鬼施轨迹 在基督徒的心智 经验 和实际行为 中间制造不平衡 这是它最常使用 而且也最容易奏效的方式 事实上 在对付一端 写说 叛教 小派系时 我们可以看出 每一种 都是因为过分的 单方面的强调 某一个理论 或教训而造成的 很多纷争是 照使于心灵 和理智上的缺乏平衡 所以魔鬼 特别留意这一点 它有意产生不平衡 基督徒生活中 每一个领域之间的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生理方面 我们也需要决定 应该花多少时间 和注意力 在锻炼身体上 你若忽略身体 早晚你的心理 也无法正常发挥功用 或者以现今流行的 结实为例 你若要保持健康 必须有均衡的饮食 不可过分偏重某一类食物 应该每一类食物之间 保持一定的比例 其他方面亦是如此 要防御一个国家 你必须知道 把多少兵力放在陆军 多少放在海军 多少投入空军 并且不失事需要而做调整 各兵种之间 总是要维持某种平衡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是这样 魔鬼知道得很清楚 它千方百计要使我们失去平衡 基督徒生活可以比喻 做三条腿的凳子 你若想坐得舒服 不到像一边 必须这三只腿都一样长 有些人特别注意心智 知识 我们称其为知识分子 他们只对思想有兴趣 除了知识 没有任何事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他们花许多时间阅读 研究 收集了大量的知识 他们企图贬低感觉和感情 也故意忽视实用的部分 他们并不否认实用的重要 但是他们太专注在知识上了 以至无暇顾及实用的层面 历代以来 魔鬼借着制造经验哲学 在一般教会或个别信徒中间 造成了不少损坏 我们若替教会使化一个 图解会是很有趣的 或许在某一次大复兴中 圣灵大大浇灌 人们得着极大的亮光和领悟 奇妙的经验 接踵而至 然后极端的情形 似乎就相应而生 这时当权者就名正言顺地开口了 我们必须有教导 必须控制情势的发展 必须使人的心灵被启明 于是他们极力强调教训 不到一百年 你就会看见一种枯燥的 死气沉沉的经验哲学遍布各处 他们花上所有时间用来辩论细节和琐碎的事 一个完整的系统设立起来了 它是纯粹理智的 一切伟大的 活泼的教义都被硬生生地塞入了经验哲学的框框里 变得没有价值 他们可能以正统教义夸口 可是这整个系统是死的 没有对话的情形 基督徒没有被真理建造 感动 整个系统变成纯粹理智的东西 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这种危险 很多人对基督徒的信仰 抱着纯理性的观点 维多利亚女王的首相麦伯伦·米波尔有一次说 一旦宗教变得个人化 就走过了头 这是典型的态度 去教会只是一种社交活动 当然 去教会也是敬拜神 可是你对这一类事不能看得太个人化 这也是十八世纪流行的观点 人们对于怀特·菲德和魏斯里兄弟最大的批评 就是他们太过于热心了 当权者声称 基督教信仰是世界上最高贵 最有次序的东西 那些巡礼会的人太过于热心了 所以当权者企图阻止那些被圣灵充满的神仆降到 这也可能出现在我们中间 我们想变得很理智 结果却成了鼠灵的蝌蚪 只有一个大头 没有身子 完全缺少了基督徒生命特有的和谐 另一个危险是 有些人把整个重点放在经理上 他们只对感情感觉有兴趣 他们说 看看这些人 他们似乎满脑袋知识 其实却一无用处 他们似乎没有感觉 他们总是谈论教义 好像在谈几何一样 一点也不受感动 他们为什么从不大声喊叫 从不宣泄情感 他们为什么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一类人认为 如果一次聚会中没有喊叫 或某种情绪激动的表现 这聚会就没有价值 答案是 感情是基督徒信仰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但感情主义却不是 魔鬼总是想使我们反应过度 前一段提到的那些人 害怕感情泛滥 所以紧紧压抑住他们的感情 下面要提的那一组人也差不多 可是目前提到的第二组人则 完全凭感觉 感官 知觉 来衡量他们的信仰 他们对解经没兴趣 也不想求甚解 如果他们感觉到什么 受了什么感动 就立刻宣称它是多么奇妙 他们只寻求感觉 并且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一切事 可悲的是 这一类倾向常常受到鼓励 人们故意做一些事来激发这种感觉 唱歌 拍手 高声喊叫 以直接压迫情感 鼓动感觉 魔鬼就利用这种手法 使基督徒失去平衡 它常常发生 真是屡见不鲜 我们都有可能失去平衡 第三条路线是在实用领域里的 此处我们面对的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 他们对神学 教义没有兴趣 对那些注意感情的人 也存着质疑的态度 他们是实事求是的人 只看重实际做出来的东西 他们说 对于世界的光景 你能做什么 或许你有你的理论 可是我只关心怎么去改善现状 于是他们把整个重点放在实用 品性 行为 道德上 他们对阅读 研究教义 毫无兴趣 他们认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乃是一个有所为的人 一个言出必行 品格高尚 广行善事的人 纵目四顾 我们四周有那么多的问题 政客的表现令人失望 国与国之间 纷争不断 这是高谈 教义有何意义 为何不采取一些行动 做一番事 所以他们花时间在做事上 以为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全部 魔鬼就用这些方式来搅乱我们的平衡 圣经一贯的特色是平衡 随便拿一卷新约中的使徒书信来分析 都会发现 他一开始总是一段充满感情和爱的问候语 然后是解释教训 提醒读者真理的不同层面 接着你会看到所以一词 下面就是运用的部分 这次叙事很有规律的 也是圣经教训的一大特质 他顾及到人的每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若缺乏这种平衡 就与圣经的方式不复 缺乏平衡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 这个人完全未看见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这三方面也不会有正确的认识 你若对真理有正确的观念 你必然会有所感觉 你若没感觉 就是还未获得正确的观念 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为你身体破碎 为你流出保险 好使你得赦免 你说你相信 你也接受代赎的观念 可是你却没什么感觉 那么你就没有真的相信 当我思量奇妙实价时 发生了什么事 我难道只是冷静 理智地坐在那里 无动于衷吗 当然 如果我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 我就会说 前我所有 尽堪有损 昔日所夸 金绝笔下 爱及如此奇妙深厚 当得我心 我命 所有 你若相信 基督为救你脱离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你还能继续犯罪吗 那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如果你感情上毫不为这真理所动 如果你好不觉得应该采取任何行动 那么即使你说 你相信这伟大真理也没有什么价值 缺乏平衡显示了你未看清楚 这三者之间无可避免的关系 更严重的是 这显示你未降服在神救赎的方法前 神的方式是对付我们的权人 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与异端不同之处 后者从不顾及权人 他们只对付人的一部分 任何虚假的教训都只论极部分 要测验你是否真相信福音 最周全的方法就是看福音是否触及了你的权人 你整个人是否涉及在里面 若不是就必定有了差错 魔鬼用他的诡计打败你了 所以如果有人对我说 我对自己的感觉没兴趣 我会对他说 很好 你所想的救恩只是你的 不是神的 神要救你的心智 也要救你的感觉 若有人说我才不在乎我实际上做什么 我也会给他同样的回答 保罗对罗马人说 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为的是什么 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另一方面 若有人说我对神学 教义毫无兴趣 我也无疑去辛辛苦苦地实行 使徒书信中的那些教训 我会对他说 好吧 可是我必须告诉你 你这样做是在藐视拒绝神的供应 你没有权利说 你对神的话语没兴趣 神赐你心子 意念 你若拒绝使用你的心智 去操练自己研读圣经 阅读任何能帮助你 明白神话语的书籍 你就是拒绝了神的赐语 这是对他的侮辱 神救赎的方式是拯救全人 而不是一部分 我们无权东挑西选 神在基督耶稣里 要拯救人的心智 意志 悟性 感官 感情 经验 行为 每一样 甚至包括最后身体的救赎 我们若只挑一部分 就是侮辱神 回聚他的恩赐 拒绝他就赎的某一部分 最后 缺乏平衡意味着 我们使福音和神的名蒙修 神的旨意是造新的人 照着基督的形象 在心智 经验 和实际行为之间有着完美的平衡 我们应当向他符合他的样式 如果我们偏向一边 失去平衡 就会使神在基督里的工作受亏损 我们也无法使神的名的荣耀 使徒保罗说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山行 整个人 全人都奉献给他 是奉他 我们若在这世上失败 不但给魔鬼留地步 也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再说一遍 没有什么 比救恩的完美平衡性 更奇妙了 基督徒知道自己相信的是谁 他能够提出心中盼望的缘由 他以真理为乐 他在主耶稣基督里 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在此同时 他也尽力成圣 因为神是圣洁的 他可以看见 钱多内存到永恒的荣耀 凡想他有着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既然魔鬼最主要的目标是 破坏着平衡 使我们单单注意一方面 而排除其他的部分 我们更应该单纯地 全神地仰望住 效法他的样式 用我们的全人使奉他